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周的赛事报马仔 我是朱卡 今天要介绍三场赛事 可能是快要截止的 或者是它报名时间其实比较短的 提醒大家一下 第一场是远东新世纪杯经典马拉松 这场活动它是即将开报 但是因为它报名时间其实蛮短的 它会有一个预报的时间 是在5月8号到5月12号可以预先报名 那因为这场赛事它今年来到第11年 往年其实蛮受欢迎的 而且去年有到4.6分的高分 在跑友评价上面大家说赛道上面蛮顺畅的 只是在其中有一段魔鬼坡 大家跑过就会印象很深刻 它是比较难度比较高一点的 这场其实是许多高手也会参加 在总牌上面都有设奖金 如果是全马的第一名的话 可以到一万两千元 而且它一直到亲子组都有奖金 这时候要培养你的小朋友 跟你一起上出台的话 就可以试试这场赛事了 第二场是台北市民五千公尺挑战赛 之前前一段时间也都有持续在举办 后来很多跑友说 那接下来下半年什么时候会办 目前有消息出来是 5月7月9月10月11月12月 都会各有一场 可以安排好你的时间 每个月都帮自己测一下五千 这个测五千就是很有口碑 然后它是北大长跑 跟台北市政府体育局合作 会在台北田径场举办 然后举办的时候呢 就是它的场灯会全开 就是你会像真的田径选手一样 会有人帮你计全 整个规格就是比照 就是田径选手规格 跑完之后呢 它也会提供就是三明治啊 或者是零用水 其实是非常完善的一场活动 它每一场会有五个时段 所以名额是算蛮有限 不过它都是当天报名 所以你是不是想跑的话呢 当天就记得早一点去登记 它每一场的晚赛证明 都会有一个 大家比较熟悉的特别来宾 那可能是选手 或者是表现很不错的素人 到现场测验的话呢 也会遇到这一位就是特别来宾 然后还蛮有趣 蛮用心的 第三场要介绍的呢 是许多朋友熟悉的大阪马拉松 它是到5月17号前都可以登记筹钱 今年的赛道是它是有新的规划 所以就是你往年有跑过的话 今年跑会有不同的体验 它把原来的终点是在 大阪国际展览馆 然后拉回到大阪城公园 所以就是又回到市区 这个路线的话会相较的更平坦 然后回来之后回到市区 相信会有更多的马蚁家园 大阪马它的象征是彩虹 所以你在报名的时候 其实你会选到一个选项是 它有七个颜色 代表七个不同类型的 你想要应援的主题 所以当你在跑这场赛事的时候 除了你是追求自己的突破之外 其实它也会有一个团体的竞赛 然后最后也会结算说 哪一个颜色的团体的跑者 是这次的优胜 听说是会有小赠品 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 它的抽签方式呢 就是有一位跑友Erica 她有在网织上面写非常非常详细的 就是你要怎么抽签 大阪马的官方网页其实也有中文版 所以你只要点到中文 然后就是跟着往下填就可以 抽签结果会在六月中左右公布 公布后才缴费 也呼吁大家就是要有决心 如果中签了就好好的缴费 好好练习 好好去跑这场赛事吧 以上就是本周的赛事爆马仔 我们下周再见咯 拜拜 如果她是抽到然后她抽到的赛事当备胎 又想要跑别的 我就觉得她在我心中的评价 就会然后减分 我觉得没有想好这样不行 就我觉得一场比赛 她成功不是只有赛事单位很好 而是整个跑者 就是跑者的热情参与 还有旁边在加油的群众 这才是一个很棒的赛事 就是我们也是要进步 你跟我讲赛事怎么都没有进步 赛事进步了你自己也要进步啊 谈了话好像老妈子哦 哈哈哈哈